這些圖片在Telegram群組裡搜集 我最初看到這些圖片 穿得差不多是The Great Expectation 差不多是19世紀初 那些服裝 你會覺得怎麼會有可能有這些Scooter 還要是行電的,兩隻腳不踩落地 你會覺得有沒有可能 你一定會有質疑 好像我第一次看都是質疑的 我們可以用好像我一樣 嘗試用這個開放的心靈 看完這些圖片才下定論 有名有姓的 這位叫做Lady Florence Norman Lady我想如果她是英國或者歐洲的話 我不知道是不是美國 若然她應該是一個貴族銜頭 我想在那個年代你買得起這些東西 你也是一個貴族 那是1916年 那這個就更厲害 那這個圖片很猛的 因為它本身是一個影片 那我CAP圖 那當然它在動你的CAP 就可能會outflow 那這個是一隻會飛起的船 那它在空中就是這樣的樣子 那它在水面就是這樣的樣子 那它走一走一走就會飛起 可以任你控制 可以識飛或者下 就是海陸 是海空兩用的 那這個呢 哇,真的很新鮮 那它是單軌 就兩個方向一起用一條軌 那這一架是什麼車 我懷疑可能是修理 或者找一些輕的 就是載人的一架車 這裡很難分得清楚 背景還有一些建築物 那其實基本上那架車是什麼樣子 就不是很重點 它的重點就是 這一架東西 它一拼到後面 好像打關斗一樣 它就會爬過了對面 來著這個方向 即是會head on地撞 它就一把這個東西 揭去後面 好像打關斗一樣 就爬過對面的那架車 那這裡是有另一架車 被它爬過了 這架車就已經去了這邊 這架車就在後面上來的 它就有這麼聰明的裝置 然後這個呢 這裡看不到是什麼 這個是一頂帽 這個是那位先生的手 那重點就不是這些圈 或者這些天線 是真還是假 那萬一如果是假也好 在當時那個年代 它去想到要弄一個這樣的線 好像是正負極 不知道是不是用來發電 那它在哪裡收點電回來呢 那這個懷疑是隔空 傳電的一個收電的一個裝置 是不是很厲害呢 是一頂帽子 是一個這麼輕這麼小的 可以流動的一個這樣的條件下 可以收電 然後再來呢 這個是一個movie來的 是一個video來的 那當時已經有彩色的video 是不是很奇怪呢 這個也是十九世紀初的 有彩色的 那差里塞撇靈那些 那些器不是全部黑白的嗎 是不是很奇怪呢 黑白一路到轉彩色 差不多六零年代尾才有彩色的 不是的嗎 但是當時已經 這些樹是綠色的 那它可能不是很bright的彩色 但是是彩色的 那這一條呢 重點不是彩色還是黑白片的 那麼重點是這一條 是一個行人的輸送帶來的 是可以動的 你是不用走的 一路很長的 這條片裡面看到 然後再來呢 就是哇 這個是拍車 真的拍S位呢 在街上又急 後面的車又不停推你 那有時S位很難拍的嘛 你急起來上來 那有時又不生瘦 前後的車又夾得很緊 那這個解決了問題 其實根本這個科技呢 一百年前已經有了 我不知道什麼一百年前 可能 汽車就可能是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可能 這些是很舊的 我想都是 40s 50s 那是80年前 70年前 已經有 它是這樣的 它不需要 像你過了 然後S移進去 那如果你的車位很寬 當然是直接開進去 退了進去 然後後波再開 好一點 這個完全不用了 那你就開到很近 它是這樣的 你是這樣 你這樣一開 拿到來 那你的後輪呢 就在這裡 然後呢 它中間這個輪呢 就降下來 那就撐起了整個車尾 那你前輪 當然兩個輪是穿地 那它就把你的車 呢 打橫 就用這輪 去向這個方向 打橫 就滑了進去 那就拍到了 因為我看過 那是影片來的 真的很厲害 為什麼現在人們想不到呢 還是是特意想不到 不讓你用呢 然後這輪也是這樣的 原理 它也是用來這樣 用的 這個輪 它一升 這個輪一降下來 這兩隻後輪呢 就升起了 就不適合地了 靠這個輪呢 就滑進去 而這個影片裡面 也是有自動泊車的 是很厲害 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可以有自動泊車 沒有sensor 據 沒有人說有sensor 因為有sensor 是近代 一個很新的發明來的 那當時 應該是以前是沒有 但是它可以自動泊車的 那這個就是 車裡面 的輪子是這樣的裝置 那車尾 就應該是 好像你裝了喇叭一樣 車尾箱就放不到行李了 那這個第二款車 又是這樣做的 是不是很厲害呢 但我沒有聽過別人說過 車的歷史這麼久 只是說 由馬車變 變 很大價的那些 那些開 沒有頂的那些車 然後慢慢就變成 那些汽車慢慢演變 但是沒有人提過 有這個裝置 那這個呢 就更厲害 把傘呢 就是不是一個 一個 一個 收電波 即是收信號的一個 device 是一個裝置呢 那它 它現在是 用這個傘 就可以收到訊號 它在打電話 兩個是 那其實這個已經是 它只是大舊一點 只是天線 還要 訂了把傘 在上面 如果不是已經是一個 流動電話來的 是一個 我們現在的 電話來的 但是這個 你看它穿的衣服 極其量都是 30s 40s 對吧 這個更厲害 它一次過呢 就 用了很多科技 是我們不相信以前有的 那這個是遙控的 很明顯 它在遙控著這輛車 而它駕駛呢 就不是駕駛這輛車 直接用遙控來控制 這輛坦克仔 那因為很明顯 好像沒有操作 沒有任何那些桿啊 那些棍啊 那些棍波什麼都沒有 沒有波箱 即是不在這裏有 那它就是純粹靠這件東西 是不是很厲害呢 那這個就算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好 都是一九五幾年 是不是 這個都很厲害的 這個是飛上天的 這個又是好像類似 會飛的 但是這個就真的 本身的video 那個resolution 那個質素呢 微粒都是很粗很蒙的 那這個又是飛起的 對 這個飛起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是海來的 然後另外這個呢 哇 真的 一百年前的tesla 那它在充電的 這個 這個充電的裝置呢 如果你 因為我看那個圖片 我可以放大 可以放大 我看一看 那是 真的一樣的 有速度 有充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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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不止一幅 它有第二幅 這幅也是在充電的 以前的飛船 其實也是充電的 那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真的厲害了 重點不是推的BB車 重點是這個BB車 是連著這個scooter 是一體的 這個真的有錢人 這個 看看它 哇 這麼重要 這個應該是充電吧 對不對 那所以 其實真的令你懷疑 這些東西不是造假的 那這個呢 就是很realistic 那是一個單輪 那這位先生 坐在裡面 那是一個平衡儀 那樣 我覺得好像 是不是這個steering wheel 那是在 駕駛這一架 這樣的單輪的東西 那這一幅 其實我不是 不止第一次 不止一次的 周圍 不同環境 不同人 都 即是街上有別的人 都有 駕駛這一架的 那這個又是另外一個scooter 那又是行電 兩隻腳是不下地的 那這個呢 就是 那時候在Chicago 有一個 World Expo 她說 那其實 我相信 未必是一個World Expo 這個好像不臨時 是不是 我相信可能是 當時 就本身是這麼繁華的 那它這些燈呢 不像是烏絲燈膽 可以發到這麼強光 這些已經是 已經 不是直流電 這些已經是交流電 來的 那為什麼可以這麼厲害呢 那究竟這些 以前的科技有多先進呢 那這個就少少 煩了這種 就說她是 Time Traveler 因為她 這個是一個iPad 來的 上面呢 很蒙 但是你看到是一個蘋果 咬了一口 那當然呢 在這個 scenario 就會覺得她是一個 Time Traveler 那她帶著那個iPad 就算你沒有 信號都不要緊要 你可以繼續用裡面的資料 那這個呢 是Time Traveler 還是當時 真的很多人都用這個手提電話呢 這個是起碼是 六零年代的市 那究竟手提電話 是不是最近才有呢 其實因為我聽說過 在1980年開始 1980年底 已經是 已經民用的手提電話 已經很流行 但是 應該在4050年代 就均用的手提電話 那我聽過 有一位叫做 簡少明博士 他就說 在450年代 已經有衛星電話 差一次電話 不知道用10年的 哇 真的很厲害 他說 當時已經有 其實一點都不奇怪 如果有這些科技 不過是否給民用呢 那個科技已經存在 然後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video來的 它是 這個是 吸在頭殼頂的一個 device 我不知道是什麼 好像 那些 就是腦控的那些 mind control 的一些 device 但是已經很久以前了 那希望 你可以 不 未必需要去 批判 我不用用批判眼光 看以上的圖片 的 只是去想一下 有沒有 0.0001 的可能性 以上的圖片 是真實存在過呢 假如 這0.0001的可能性 是真的話 那其實 我們知道的東西 是不是太少呢 那其實 我們究竟掌握了 多少事實的真相呢 這個呢 希望你喜歡這個video的內容 請你給個like 還有subscribe我的channel 多謝